普女还是美女 赵沃斯从来没有放弃过改变 在光挂物理的娱乐圈之中 那闪耀的星光背后常常暗藏着无情的深思与蜕变 赵沃斯近来的形象之变 宛如一颗注入静谧湖水的陨石 掀起了惊涛骇浪 吸引了无数目光 一直处于云润风暴中心的他 仿佛正坚定不移地挣脱过往的枷锁 竭力塑造着全新的自我风貌 普女还是美女 赵沃斯一心寻求自我突破 赵沃斯起初是以其轻心灵动 且充满活力的容颜进入大众视野 然而 他的美丽进化之旅并非坦途 曾经 他那稍显原润的脸部轮廓 致使他在网络世界里备受争议 可如今 从最新的影像中能够察觉 他的面部线条变得愈发流畅优美 妆容的格调与脸部的细微之处 皆有了显著的改观 特别是那温温多起浅富有层次感的嘴唇 还有愈发精致的鼻翼 似乎都在默默诉说着他的悄然转变 众所周知 化妆师固然能够巧妙地调整一个人的妆容色彩和外在观感 却难以从本质上重塑面部的架构层次 直白地说 想让嘴唇在形态上有显著的增厚绝非 仅靠普通化妆就能够达成 这不禁使人揣测 赵瑞斯是否运用了某些特殊的方法来优化自身的面部结构 或者这一连串的变化仅仅是精湛的化妆记忆和精心的修徒所致 与此同时 我们万万不能忽视赵瑞斯勇敢挑战全新形象所彰显出的坚毅和无味 正因如此 他正全力打破以往的风格局限 大胆涉足多元的造型领域 并竭力探寻最弃和自身的独特魅力展现途径 在风格的转换进程中 赵瑞斯不但想要抹去曾经的固有印记 更是在不停摸索能够与自己完美适配的时尚航道 不管是跨越充满险阻的时尚风格领地 还是对明明风格的大胆开拓 亦或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斟酌与平衡 每一回的尝试都好似一场 对未知的英勇冒险和对技有形象的果敢颠覆 这场新年的变革征途 不管最终结局怎样 都毫无疑问是对自我形象 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的有力实践 在这股心勇澎湃的转型浪潮里 赵瑞斯不单是在试探市场和观众的接受程度底线 更多的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有关自我认知 与价值找寻的探索实验 在每一次的镜头聚焦之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改变的热切渴望 对于实现个性化差异的执着中求 对于众多粉丝来讲 这种勇于突破和变革的精神无疑是值得高度称赞和大力支持的 毕竟 每个人都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和塑造自身 明星自然也不例外 赵瑞斯的种种尝试 让我们欣然发现一个事实在这条不满标签和批评的荆棘带路上 他勇敢地选择了那条最为艰难但也最具勇气和感略的路径 持续创新 永不停止 赵瑞斯的这一系列转变 极有希望成为他演艺生涯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起点 让我们满心期待 在未来的荧幕之上 能够遇见一个更加多维一体更加明明动人的赵瑞斯 为我们带来更多超乎想象的惊喜和深深的触动 02 赵瑞斯的受身迹 从因而肥再带文字包 网友称太难了 赵瑞斯的受身风云引发了一场全民关于美帝讨论 在这个充满春天气息的季节中 赵瑞斯用独特的方式再次成为了社交媒体上被受瞩目的焦点 每一个话题都像是春日里的小插曲 让人忍俊不惊的也引发了关于美帝深度思考 有谁说我的女儿瑞斯不苗条 我就会用刀来割水 有一日 一个极端的支持者在英国上发表豪言壮语 宣称要保卫赵瑞斯的苗条形象 这番话一出口 引发了评论区的激烈讨论 有网友调侃 兄弟 冷静点 咱们是文明人 拿刀不如拿笔 多写几篇赞美瑞斯的美文来得实在 还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 这位粉丝太有劲了 但话说回来 瑞斯真的瘦了很多 让人眼前一亮呢 赵瑞斯亲手操作 揭开了许颜的化妆技巧 在众多议题中 由赵瑞斯亲自为角色许颜化妆 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视频里 赵瑞斯手拿化妆刷 在镜子前认真的涂抹妆容 她的专注和认真仿佛在进行一场艺术创作 而不仅仅是在化妆 网友们纷纷评论说 瑞斯的才华真是非常了不起 不仅仅擅长表演 还精通化妆 难道是要抢走化妆师的工作机会吗 还有一些网友说 一看到这张订装照 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观看这部剧了 妖怪云平的温伯视频 赵瑞斯与蚊子的密切接触 就在大家对赵瑞斯成功减肥感到高兴的时候 一则温伯视频名为妖怪云平 却改变了大家的注意 在视频中 赵瑞斯的腿被蚊子叮得红红整整 她露出一副无可奈何又有些可爱的表情 让人忍不住发笑 网友们纷纷留言开玩笑说 瑞斯这是跑到哪里去了 为何会有这么多文字出现 还有网友很体贴的提醒 瑞斯要注意防蚊 不要让我们心目中的女神受到叮咬的困扰 尊重作品是赵瑞斯作为演员的修养 在这一连串的主题当中 赵瑞斯本人也透过社交网络发出声音 表达了她对于身体管理的观点 她说 虽然她不主张以受为美 但为了角色要求 她会努力保持身材 这是作为演员的职责所在 这番言辞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好评和支持 有网友评论 瑞斯的个人价值观非常正确 这样的演员让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 还有一些网友说 看到瑞斯这么努力 我们的粉丝也应该更加努力地支持她 美不应该被局限在一种标准之内 审视这次由赵瑞斯的减重引起的全民热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丽从未是单一和静止的 她独特的美学理解 提醒我们美应该是包罗万象 兼容并蓄的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我们应该领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欣赏多样的美 就像赵瑞斯所强调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快乐 就让我们在享受这场 关于美帝讨论的也不忘提醒自己 保持一颗开放 包容的心 去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 03 赵瑞斯领养流浪狗 聊天记录曝光 本人没明星架子善良有爱心 最近某创意短视频平台的一位领养流浪狗的博主 曝光了自己和赵瑞斯的一段缘分 事情的起因是博主简报 并就置了一条叫乐乐的流浪狗 结果由于乐乐本身有个小缺点 乐乐学不会定点上厕所 所以一直都没人愿意领养 这只名叫乐乐的流浪狗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领养人们在听到乐乐的小缺点时 都没有了讯息 而赵瑞斯主动联系了这位博主 并帮助博主发布了关于乐乐领养的消息 但是一直都没有回声 如今博主表示 赵瑞斯选择领养乐乐 乐乐有新家了 在博主曝光的聊天记录里 赵瑞斯一点都没有明星架子 直接跟博主发语音沟通 没什么高高在上的语气 非常的拉好感 在聊天记录里 赵瑞斯透露自己家已经有很多猫猫狗狗 没能力再领养 但是没过多久赵瑞斯就透露自己搬家了 现在有地方照顾乐乐了 第一时间跟博主联系沟通 其实 赵瑞斯的狗跟猫几乎都是收养的 早在赵瑞斯五岁时 家里养了一只小狗 前几年因为年龄大 去世了 赵瑞斯本来家里不打算再养小动物了 但是后面碰到了很多有缘分的小天使 小狗八万是朋友家的狗狗 由于朋友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带 赵瑞斯跟家人商量后领养 小狗五岛则是同一小区的邻居家 因为家庭关系不方便再养狗 掠狗时碰到赵瑞斯妈妈 就被赵瑞斯妈妈带回来 小狗来福则是赵瑞斯去逛北京狗展 看到狗狗特别少小 买回来的 猫咪若若是疫情期间领养的 还有一只小狗是赵瑞斯在横店发现病领养的 赵瑞斯每次在横店上班都会带着它 当时赵瑞斯看到乐乐的状态感觉非常心疼 赵瑞斯那条私里的发语音 就像是在和老朋友说话一般 语气中还有束手无措和遗憾的样子 看来是非常想领养乐乐 奈何胶礼装不下 但是赵瑞斯忙于工作 却一直没有忘记乐乐 在有条件之后 立刻就联系了博主 准备收养乐乐 真是一个可爱善良的女孩子呢 对此网友们都说 它声音好软啊 三只猫六只狗 我的天瑞斯还蛮可爱啊 在能力范围内 领养小动物的都是小天使 真人美心善 领养流乱狗 它好像还在横店 领养了一只 它真的有好多小动物 我家最多的时候有七只狗 那可真是忙得不行 三只都为它们每天 领养代替购买 比有些明星养着耳短腿应短好 太多了你觉得吗 这分现在还顺着 我们下手 演唱 说